蔡英文他底下有個英系 可是蔡英文其實從來 沒有承認過英系 而且跟他們互動 也沒有那麼密切 但非常詭異的是 他上任六年來 第一次跟英系的人參序 選的時間也非常玄機 他選的是大年過後 開工的第一天 這個時機點也非常的詭異 是不是有象徵的意義 但最妙的是 因為英系的陳明文 之前被新潮流罵 說他們是看門狗 所以陳明文趁機 就跟蔡總統跟他討拍 說總統 我承認我是你的狗 但你寵過我嗎 你什麼時候寵過我 今天我不知道 這個算不算是英系創戲紀念日 但是這張照片是失憶 對啊 其實是失憶 不是當天的那一天 因為蔡英文過去 其實不承認英系 人家問他講 他都說沒有英系 因為他要說 我不支持派系的存在 可是這一次好像真的就出來了 因為第一個陳明文 也自稱自己是英系了 然後整個看起來跟新潮流 跟政國會 跟其他派系無關的人 全部都跑來了 在同一天集合 他是不是覺得自己快要掰咖了 所以要趕快拉攏英系的人 保護自己 還有說正式宣誓 我現在的視力範圍 就有這麼大 然後大家要來拚嗎 這個我們不知道 可是這個很奇怪的就是 本來是一個 宴請英系重要成員的 這些一個餐序 那問題是很奇怪的是 裏頭一堆狗 這個真的很奇怪 你知道嗎 我之前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常常接到觀眾的抗議 說我們醜化了狗 對 其實我是愛狗人士 但是不代表我愛牠們 這是兩件事 因為裏頭你知道 在裏頭英系立委 大家一堆人都在聊眼神 總統 總統 有人罵我們是你的看門狗 然後結果 我以為總統會愣一下說 我要怎麼回答 結果他們自己幫總統回答 好 總統 我們是總統的看門狗 就坦誠不會 我們就是狗 我們就是 可是我們是幫總統 看守國家大門的狗 所以他們是機場 海關 我不知道 牠是米格魯嗎 中文去問那個企圖犬 那陳明文講什麼 陳明文說 因為之前小段影射了 好像某一些人是惡犬 他說說我是狗沒關係 說我是狗沒關係 但有些狗真的很介意 但說我被寵壞 我不能接受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既然當工具犬 可是我不能當玩具犬 我不能被寵 我有被寵 但我沒有壞 是這個意思嗎 我不曉得 他還直接問蔡英文 總統 你還要寵 你什麼時候寵過我 你這樣還不算寵 那我不知道應該要算什麼了 我覺得這把年紀的男生 還跟女生閃爛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寵過我 你有寵過我嗎 我覺得有點噁 我覺得陳明文要小心一點 搞不好蔡總統告你心騷擾人就麻煩 對啊 如果他心聲不悅 但他有心聲不悅嗎 這個不知道 這要問蔡英文這麼笨人 這個我就不曉得了 捍衛判系立議保護判系成員 難道有錯嗎 大勒勒的直接就這樣講 心戲難道不是這樣嗎 意思就是你心潮流這樣幹 為什麼我銀戲不能這樣幹 這個是怎樣 派系準備要火拚了 還是怎樣 那我們覺得很奇怪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你知道官邸狗舍有 退役的企毒犬 蔡英文總統領養 然後結果有人還去問他說 哪一隻狗才是看門狗 這是怎樣 到底是怎樣 今天是一個 沒有 他中間有一個轉折 就是陳明文一直講狗狗狗狗 總統就有點尷尬 結果總統說我去把我的狗牽出來 就真的狗牽出來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蔡英文總統 還宣誓告訴大家說 我所有的狗都沒有看門 那其實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難道一語雙關嗎 是說這兩個 這三個狗兄弟 都沒有看門 還是說 你們根本都不是我的看門狗 你們哪有幫我看住門 在教訓他們就對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你們是我的看門狗 可是你們都沒有看好門 沒有把英系把持好 這樣子要扣狗骨頭 扣罐罐 因為之前英系 他們好像是國營事業的人 都敗仗 所以要把他們踢出去 所以是不是要講這個 我不曉得 是不是意思就是說 你們這些人辦事不利 怎麼在外面結結派對 敗退只會來找我取暖而已嗎 難道是這樣子嗎 然後我還要給你們秀秀嗎 那我覺得更尷尬的是一個 在管理參與期間 除了英系成員之外 有一個人也去了 江永昌 他也去了 他也是英系嗎 其實以前很少人把他算英系 有點犯英系 好像民進黨裡面 派系不是那麼明顯 一律就叫英系 對 就有點犯英系這樣子 可是他這次去了 看起來他好像真的是 英系的成員 然後他是跑票的人 真的 剛剛被黨紀處分 停權一年 結果蔡英文總統還問他說 你還好嗎 請問一下 這個語氣會抄 你還好嗎 對 我不知道 你還好嗎 我不在現場 我不知道當時 蔡英文總統什麼語氣 因為我很想知道 那個語氣到底是怎麼樣 不同的語氣感覺不一樣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這樣就有點恐怖了 蔡英文總統應該不至於這樣 然後據說江永昌當時 急忙請身 像在黨之一 我很好 我很好 但我還健在 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總統心裡面 本來覺得他跑票之後 在黨內應該過得非常不好 可是我覺得 你看這個時候 照理來說 這時候總統不應該召見他 還願意讓他去 對 願意讓他去 表示總統並沒有把他 鋸於門外 表示他還是認為 這我的人 所以是不是也用這樣的動作 暗示黨內的人 其實跑票這事情 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來 對 就算了 所以因為黨內 不是對很多人認為說 停權一年是有很多雜音的嗎 覺得說這樣子 這個根本沒有處分到他們 讓他們更涼而已 蔡英文總統這樣一宣誓之後 你覺得黨內還有誰敢講話 難怪後來的陳楚之輕輕放下 不過有一個人陳楚就是真的 蘇貞欽被黨停權了三年 因為他涉貪 不過他今天出了一個怪招 他主動的宣布他要退出民進黨 而且他講得非常慷慨激昂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蘇貞欽這次出來講話態度蠻不一樣 因為他之前剛出來的時候抱怨了很多 他覺得黨內很多人都沒有支持他 不過他今天調子 還有他的身段放得非常軟 他對民進黨還是表達他非常非常愛 他希望有一天他還是可以 以清白之聲回到民進黨 很多人問他說 那你會不會以無黨的身分 去參選屏東的縣長 因為就算他程式不足 也是敗事有餘 所以大家很好奇 他到底這一招是哪一招 我覺得他這一招其實更狠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被停權三年 那停權三年表示縣長 他不可能參加 民進黨不可能提名他 然後 就算留著也沒辦法選 對 然後在黨內 也沒有辦法去運作一些事情 可是我現在不是民進黨 我變自由之聲了 對 我就變成一個棋 變成你們民進黨要來找我談 誰要選 誰要幹嘛的 你要來找我協商 是 因為蘇貞欽很簡單 我們都知道他現在有官司纏身 所以他要選未必選得上 民進黨為什麼會提名他 可是他們輸家在在地 化水的煎湯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不來拜碼頭 到時候不獲得他的首肯 他是程式不足 敗事有餘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招很厲害 反而讓他整個海闊天空了 變成反而民進黨 現在還不敢隨便得罪他 所以他講說 我宣布舉起退出民進黨 直到我以清白之聲 重新再回到民進黨 可是他的官司要打這麼久 所謂的清白之聲 比如說要定驗 而且他要十足把握 他定驗是無罪的 可是他涉案的證據這麼明顯 他有可能等到清白之聲定驗 然後重回民進黨 這要多久 其實是不是能夠清白之聲 回去民進黨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官司 一定會拖很久 至少會拖到2022以後 所以他就會影響到 民進黨的先事長選舉 所以這一招非常厲害 然後他講的我覺得 有的人覺得很感性 有的人我是覺得有點噁心 他說我來自國境之南 強勁的洛杉瘋吹不到 屏東人堅強的意志 裹得清白如同大武山 我跟你講大武山如果會閃 你幹嘛找我 我是看他直播的時候 很多網友寫說 這個玷污了大武山 是 我覺得大武山 有這麼倒楣嗎 一定要這樣子 被你拿來比擬 他說他一定會循司法途徑 捍衛生育的清白 我蘇貞清遠遠 正在守護屏東最前線 平東最前線你是守在哪裡 是守在鵝南鼻那邊還是守在靠近高雄這邊 我是不知道你到底守在哪裡 所以蘇貞清這一招活旗一出來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恐怕更頭痛 民進黨還有另外一個頭痛的問題 就是他們黨內的內訌 真的是越來越激烈 在哪裡 在台南 昨天我們特別講到台南槍擊案的時候 今天我們有個最新的資訊要補充一下 我們昨天前提其要 就是台南這個槍擊案 小弟蝦米槍殺了大哥陳建文 陳建文他原本是安平區三大角頭之一 這個內幕其實是有一篇PTT網路的文章 他爆料的 他說在安平有三個角頭 陳建文被槍殺之後 另外一個黃姓的角頭因為生病 所以他已經沒落了 只剩下一個姓林的 叫林士傑 是唯一剩下來 他要獨霸整個安平區 而且他跟黃偉哲關係匪險 而且他自己本身曾經有多項的前科 不過根據我們調查之後 這個林士傑其實只有一項陳科 也就是他年輕二十幾歲的時候 犯下來的 是跟姓黃的這位大哥在一起的時候 他被捕的時候 那個時候留下來記錄 但是後來他出獄之後 跟姓黃的這位大哥漸行漸遠 他自己也重新改過自新 拿到了良明證 後來也有參加一些地方的選舉 然後也有在黃偉哲當市長的時候 擔任果菜市長的總經理 不過他在後來已經拿到了良明證 這是我們要特別在昨天的PTT新聞 出來之後我們要特別補充的部分 不過現在有個更新的資料出來了 在PTTPO文的這一個帳號 沒有想到他其實現在被人家揪出來了 他專門在PTT上面 在講台南的政治的時候 他發了很多的文章會去攻擊 包括黃偉哲在內的地方的一些政治人物 但是他會特別捧另外一個人 當地的立委 是誰故意把這樣子林士傑的分身分 這個手法很熟悉 對 好像很像145 好像日本風災的時候 好像把人家吹出來 然後不小心就害死了某一個人 然後大家就是他 結果大家發現原來不是 還好大家就把他求證過了 否則林士傑前台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 王偉哲任命的 現在就不平之冤了 剛剛耀州講的就是這個重點 1971年12月19號 2012年那時候已經41歲了 結果整個PTT整個帶風向 帶說你看一看就是這條新聞 林士傑他是黨羽 12前職棒牽賭 39歲還在幹壞事 一直在做這些事 你看看整個台南烏煙瘴氣 難怪黃偉哲為什麼奇怪了 現在台南好像地面不平靜 天空也不太平靜 到底相莊 網路上也不平靜 網路上也不平靜 相莊五件意在佩公 佩公是誰 韋哲 韋哲 那韋哲你到底是得罪誰 那誰要對你這樣下手 可是韋哲網路也很熟 韋哲本身網路也很熟 對 耀州竟然講到這一點 有幾個網路駭客集人在跟我講 他現在一直在查這些IP 他發現原來台南是所有IP 1450跟這些網軍的大本營 真假的 對 這是某一個駭客集 以前我在大學的時候一個朋友告訴我 所以我們本來以為都躲在台北 原來都躲在台南 我們懷疑本來是躲在行政院沒有 但是似乎某些因為某些原因 現在轉移到台南 因為他查IP位置 還有那些發文的路徑 似乎都來自於台南 因為你知道 Wi-Fi或者這些訊號是可以查到 文化古都變成是網軍之都 是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一波 一波的烏煙漲氣 到底誰搞出來的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抽絲撥檢 撥檢從這些帳號 剛剛耀州整個點出來 誰會搞出這一波出來 故意把林士捷跟黃偉哲 然後你看還找出新聞 然後貼在PTT的某一個部分 貼得這麼的緊 當然要特別補充一下 他不是毫無前科 86年確實有成科 不過這時候他很年輕 因為他跟了大哥 可是他出來之後 他就改過自新了 然後他參選的時候在這邊 我還找著我們費了好多功夫 我們這個小編很認真 還找出了良民證 所以他後來也去參加 地方的選舉了 就是真的改過自新了 不要把男人家20歲的時候 不小心年少無知的事情 就拿出來鬥爭他 對 那我們就循著這一篇PO文 一路去找到原來爆料的是 W跟C字頭的兩個帳號 WC WC We Care 不是 這是新的 然後就發現這兩個帳號 我們去把所有PTT GOSPING 這個PTT的相關文章 八卦版 或者是其他的版面 全部都把它兜起來 我們發現一件現象 好像跟黃偉哲 或跟台南所有人有關的 立法委員 或曾經跟黃偉哲競選過的人 全部都中標 你看民進黨立委 請企業跟民眾 踴躍監證防疫物資 那些是民進黨的立委賴會員 他那時候在疫情實驗說 大家趕快捐護目鏡給大家 那個帳號就跑出來了 有600億台南 投票票這麼多 你們才要護目鏡 你看這種人多惡劣 多惡劣 可是很奇怪 立委請企業 大家捐防護的物資 這樣也要罵 對 也要罵 而且奇怪 怎麼會是一直鎖定 民進黨的立委 緊接著W跟C 留言攻擊賴會員 這個我們繼續查 最大的網軍頭 昨晚發最多篇黃偉哲爆料文 你看我們去整個把WC的帳號 一路這樣抓出來 黃偉哲臉書 近平林士捷的黑道背景 明明沒有的事實 他故意再加碼 想要再誤導媒體 緊接著我們再去找 不但賴會員黃偉哲中標 王定宇也中標 王定宇跟林俊憲也中標 王定宇跟林俊憲 在台南那麼臭 我不行 然後中大麻真的很辛苦 因為王定宇的助理 曾經爆發出說 他好像有個大麻的爭議 其實這條新聞 真的小到小到不行 有一天我滑手機突然出現 奇怪王定宇中大麻的助理什麼 後來才發現 他自己跳出來澄清 因為王定宇感受到壓力了 原來整個台南鋪天蓋具 在打王定宇的助理 中大麻這件事 逼得他趕快出來講 所以帳號就馬上出現了 W C 王定宇我不行 林俊憲我不行 中大麻 然後全部都在搞起來 再來 連蘇貞昌的統編 也出現了W跟C這個帳號裡頭 好爽 記得打統編 記得那時候最痛 這個帳號似乎民進黨 尤其台南的地方 哪裡痛 我打哪裡 桃園的藻礁公投 現在密集的在連鎖 但沒有想到有女明星 因為支持這樣的連署 居然被網軍出征 我們休息編課馬上回來 好 大家看見